慢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根据最新消息 香港千亿媳妇 徐子琪服务家里面 也有成员被确诊了 这个成员正是徐子琪的公公 李兆基的外孙李建中 24岁的李建中 原本一直在美国工作 近期回国接受隔离 近日确诊 李兆基一共有两个儿子 三个女儿 因为三个女儿为人很低调 所以很少曝光 香港人都知道 李兆基很喜欢男孙 据说他的大女儿 生了三个女儿 之后就不想再生了 李兆基跟他说 如果再生一个儿子 就奖励一千万 而儿媳徐子琪 更是八年生四胎 为的就是拼个儿子 当时甚至有传闻说 生下儿子的徐子琪 得到了十亿的奖励 李兆基至今有五个男孙 两个女孙 一个男外孙 三个外孙女 而这次被确诊的李建中 就是南兆基唯一的男外孙 据悉李兆基是很疼爱他的 李建中本来是一直在美国工作 3月18日回港并没有任何的不妥 也一直在家中自我隔离 防范意识很强的他 近日决定去做检测 没有想到就确诊了 李建中也称啊 他返港至今 并没有接触过家人 也没有见过李兆基和徐子琪他们 所以可以让人放心 李建中的行为是值得大家认可的 目前李建中的家人也表示 他的状况没有那么糟糕 相信短期内可以出院 让我们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像李建中这样算得上是比较自觉的 而之前的香港富婆周巧儿 就非常让人无语和恐惧 周巧儿被确诊患病的时候 大家发现他在半个月里去过十几个地方 很多都是富人圈 他在明知道自己很有可能得病的时候 还不停地往外跑 搞得当时很多富人民心忍忍自危 就像网友说的 在疾病面前不分国家 不分贫穷富贵的 大家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这一次的事情也可以证明一件事 钱真的不是万能的 像这一次 不仅是身家2000亿的李肇基外孙被确诊 还有600亿身家王祖先 曾经是他的小三的林建月的弟弟林健康 也是在前不久去英国探望儿子的时候 不幸患病 情况一度很严重 即使你再有钱 在有时情况下仍然是无能为力的 不过如果很有钱的话 可能会在待遇上有一点差别吧 就像之前被确诊的 越南第一富豪的女儿阮仙 她也是因为在英国跟患者接触过而被确诊的 而软仙的父亲爱女心切直接砸了 250万人民币包下一架飞机 把女儿接回越南 让女儿不用再异国他乡 近期富豪圈陆陆续续传来了有人确诊的消息 有些是因为参加了某些聚会引起的 甚至像周乔儿这样的 不管自己身上的身体情况 到处参加各种聚会 是可怕的定时炸弹 但其实在疾病面前 你拥有的财富多少 并不会让你免受疾病的伤害 所以不管是富豪还是普通人 其实都应该谨慎认真的做好防护工作 保护好自己的同时 也不要让自己给别人带来麻烦 祝愿我们都能够顺利挺过这段时期 香港富豪李兆基为了顾虑儿媳 徐子齐生子 承开出奖励一亿元的奖金承诺 被誉为这次已经是最高的奖励了 然而被誉为明星狙击手的刘鸾雄 还曾为了还在怀孕的他 准备了价值三亿的山顶豪宅 作为生子奖励 他就是甘比 都知道刘鸾雄曾对美女情有独钟 李嘉信曾说他是爱情老手 为追李嘉信他竟爬二十多层楼 只为送他想去的长粉 他曾经为博菜烧芬芳心 不仅增送过三千万的豪宅 还替他好赌的母亲还债了一千多万 跟红星更是传出了豪宅千万分手 被他追过的女性各个堪称人间角色 都说美女只适合欣赏和把玩 这很难真的去回家 刘鸾雄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只能用一句百花从中国 片也不沾身来形容 即使像李嘉信这样既有美貌 又有智慧的女人 在逼走刘鸾雄的第一任妻子之后 依然是无法上位成为刘泰 然而这个其貌不扬 为人低调的女人甘比 却在刘鸾雄65岁的时候 成为名正言顺的刘泰 以刘鸾雄妻子的身份 站在大众面前 此年刘鸾雄更是把500亿身家 转移给甘比 甘比一夜月成为香港最年轻的女富豪 她从此成为了人人称献的对象 有人说她是成福生 打败了所有对手终于上位 有人说她是屌丝逆袭 外界对她的议论众说分坛 她到底是凭什么能让一个情唱老手 为她停留呢 又是怎么让成为刘鸾雄最后一个女人的 曾在采访里主持让刘鸾雄给甘比打一个分 让人意外的是 刘鸾雄给她的分数竟然是大于100分 她说她真的很令我感动 人类的情感就是这样 最能让人心融化的 永远不是美貌和计谋 而是真心相待 甘比和刘鸾雄认识 在她23岁的时候 当时作为最底层的娱乐记者 她和刘鸾雄就是在一次采访中认识的 初出忙碌的甘比并没有因为她是富豪就望而止步 而当时的刘鸾雄对于娱乐记者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当甘比把相机镜头靠得刘鸾雄太近的时候 被激怒的刘鸾雄喝吹道 你把镜头放这么近干嘛 原以为这个23岁的姑娘会被吓退 可是她却机智地说 你是怕我拍掉你的大剧吗 看惯别人拍马奉承的商场大佬 什么时候看过这么聪明有趣的小丫头 一句带点幽默调侃的话 瞬间化解了当时尴尬的气氛 这也让刘鸾雄对这个小姑娘留下的印象 都说有些人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 有些人的缘分也是冥冥之中自由安排的 也许是出于赏识 又或许是甘比能力的认可 很开始她变成了刘鸾雄的助理 那时刘鸾雄的身边 早已经没有各种明星美女了 只有吕丽君 作为助理 她并没有像其他别有用心的女人一样 只想着占有 她更多的是照顾刘鸾雄的生活起居 不让刘鸾雄操心她是最大的特点 也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 甘比的不争不强和懂事 是她取胜的关键 甘比怀孕生下一个女儿 外界对孩子的父亲流言蜚语 不绝于耳 她没有抱怨 更没有逼刘鸾雄承认 甚至在刘鸾雄为了安抚 当时也怀孕的吕丽君的情绪 澄清他们只是工作关系时 她也十大体的选择沉默 一个连委屈都能无声无息的咽下的女人 即使再恳心的男人 又会感到愧疚吧 财富可以让一个人得到 她想得到的很多东西 却很难获得别人的真心 刘鸾雄作为千亿富豪更是如此 虽然身边的有两个女人 但是是真心对待她的又有几个呢 甘比不仅是对刘鸾雄照顾的无微不至 她对她的母亲也是一样的孝顺 她的举动让刘鸾雄看在眼里 藏在心中 逐渐的和刘鸾雄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女人 便是从吕丽君变成了甘比 这时吕丽君急了 在没有经过刘鸾雄的同意下 她却以刘泰的身份 向记者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讽刺甘比一向是有上进心的女人 这让刘鸾雄大怒直言吕丽君无脑 吕丽君的跋扈反而更凸显出甘比的徐大怒 刘鸾雄终于在媒体面前 承认了自己是甘比女儿的爸爸 女人的嫉妒心是可怕的 但是被嫉妒蒙住双眼的女人更是愚笨的 当吕丽君夜生儿子的时候 距离成为刘泰也只有一步追摇的时候了 然而越靠近成功 人便会越倔的自以为是 因为孩子是自己杀手锏的吕丽君 开始逐渐教唆孩子 让孩子憎恨自己的爸爸 其实他不过是想让刘鸾雄知道 孩子不喜欢他有别的女人 然而在刘鸾雄看来 他的行为却是教唆孩子恨自己 一向孝顺的刘鸾雄 心里便留下了疙瘩 这也是让他无法原谅吕丽君的原因之一 更让他计怀的是 吕丽君是怕他把财产都分给甘比 便开始和他斤斤计较 刘鸾雄曾说他太贪心了 无论我给他几百亿 他都会为了一元钱背叛我 最后刘鸾雄公开声明 与吕丽君已经分手 甚至他的财产一分钱 也不会留给吕丽君和他的孩子 甚至交代甘比 如果吕丽君要打官司争财产 他一定不会妥协让位 财富会让一个人陷入狂热 如果世上真的没有人 能够拒绝财富的魅力 那么吕丽君看到的只是眼前 而甘比却是看得更长远 刘鸾雄说他很关心我 当我们是自己人也会劝我 他从不主动让刘鸾雄买东西和送礼物 也许一开始甘比就不只是想做他其中的一个女朋友 而是想要成为他唯一的妻子 他所做的正是一个妻子 该为他考虑和付出的 在刘鸾雄查出肾衰竭和心脏病等问题入院治疗时 甘比也从来没有提出过分身价 他一边亲自照顾病床上的刘鸾雄 另一边也要照顾家里的孩子 还要稳定公司的事情 正如刘鸾雄说的 他真的没有怨言 其实他很累的 都说鹿窑居玛丽日久见人心 有人说甘比虚情假意 如果说装一天 一个月 甚至是一年是可以的 但是要装15年 除了把演戏当成是信仰 那就是真心实意的爱着一个人了 刘鸾雄曾说过 之前花了很多时间 在那些无谓的女人身上 能够白手起家 在琴海里跃人无数的刘鸾雄 如果只有虚情假意 他又怎么会看不出来 又怎么会轻易把自己 所有的财产和身家 都托付给甘比呢 甘比能够成为刘鸾雄最后一个女人 也许重是因为 他真的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丈夫一样 真心对待和无怨无悔 即使他很风流 也只能把她当作 贪玩不懂事的小孩对待 因为爱所以懂得并且慈悲